这个小岛是我的老家 也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小岛 距离台湾新竹县仅68海里 四周不同公路却生机勃勃的海岛 今天我们准备去旁边的海岛探一探 应该是我不这样设计 走之前先吃个海景早餐吧 嗯 这边就吃掉了 宝贝 吃饱八点到达码头 乘坐客船前往草域岛 这个邻居海岛也是我们第一次光顾 还有点小兴奋 船程半小时出发 今天的天气阳光透彻 又带着一点海上的迷雾 感觉到了什么叫做水天一色的美丽 小玉岛从我们岛上看过去 蝉年轻侣 所以在海上拥有绿宝石的称号 我们一上岸就幸运地问到了一辆可以出租的电动车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你要电动摩托住吗 可以你上来吧 马上跳上阿姨的三轮车 但是这铁皮车的设计可是毫无人性 减震效果为零 太熬屁股了 还是两轮的要丝滑很多 这个岛长度15.47公里 有7个村庄 人口约8000人 还保留了很多红瓦白石的石措房子 岛上的庙宇也特别多 茜碧 遇到了一个专门罢孙悟空的奇特妙语 气势还挺帅的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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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还 是 啊 再 啊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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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开增σει 水帘洞刺有钱 那只一肩多演信仇 攝 只是这个神像 和我想象中的孙悟空的样子 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草玉岛不止有绿油油的草地 还有百娇滩 还有在这个combo上的黑山羊 在这些礁石上 我们俩生怕一步滑倒 这些山羊却吹着海风 悠闲地吃着野餐 我们却一家餐馆也找不到 拿两个 一个带回去 特长 特长 做得多的 可以 你做得多的 麻花也是你自己打的吗 麻花也是你自己打的吗 那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早上去的 就是早上午后 那个米糕啊 还好 遇到了一家饼店和小卖部 在路边 吃着饼和水果 边沉沉凉 在这35度的天气 我们换到了一上午 不仅晒天了两个度 还感觉自己快中暑了 这个岛没有我们岛上长长的沙滩 却有很大的高地落差 俯瞰大海 事业又广又大 有一种靠山面海的危险感 岛上常住人口不多 很多房子都空着 走在路上格外的安静 感觉在这里时空都要慢下来一点点 不过 对年轻人来说 简直是一块适合坦平的分水宝地呀 让我们先在亭子里 慢慢地感受一下吧 下期再见朋友们 拜拜